前段时间有网友拍到向华强抱着孙女上街的照片 总照片中看得出72岁的向华强满脸笑容 可以说是精力充沛丝毫不现年龄 被认出后向华强也没有遮挡 大方的让粉丝们拍照 满脸藏不住的喜悦 看着向华强和孙女相纸这张甜蜜照 大家也瞬间想到了三个字 隔代金 有不少网友说向华强当爷爷后 整个人柔软了很多 因为每当提起向华强时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在香港的地位 而他的家庭也不能用简单的豪门来形容 在上个时代更是无人敢招惹的存在 大家一开始都以为郭碧婷嫁给向左可能会不那么幸福 尤其是在郭碧婷生下女儿之后 很多粉丝都在为他担心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 豪门重男轻女已经不是秘密 但多数豪门都会看中孙子 而郭碧婷投胎生了女儿 网友们分分猜测 郭碧婷可能会得不到向家的优待 但其实在郭碧婷生下女儿后 向太给予郭碧婷的奖励 丰厚程度是一般人不敢想的 从向华强和向太对待孙女的态度来看 郭碧婷嫁入向家也是十分幸运的一件事 郭碧婷向左晋升为父母后 也在综艺中首次亮相 两人全程撒糖不断 期间郭碧婷被问是不是母乳喂养女儿 郭碧婷就回答 自己属于想当奶牛没有成功 可见郭碧婷不是不想母乳喂养 而是自身条件不允许 在节目中向左也当众催生郭碧婷 可见为家里再添丁是郭碧婷的重任了 向左也表示有了女儿后 她与妻子的感情就更好了 还说希望可以生个儿子 继承自己的武术 有次向左在车上暗示说 我有个朋友今天生孩子了 一旁的郭碧婷调皮的胸向左 生完二胎我都要变肥婆了 毕竟控制身材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更何况生子后又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 随后向左一本正经的说道 我老婆怎样都是世界上最美的 求生日满满简直不要太搞笑 我朋友生了孩子今天 好年啊 我爸妈就很期待 期待我们的小孩 超级催 除了丈夫向左催生外 向太更是催得紧 提出赶紧生个虎宝宝 此前向太陈兰就曾提出 想要郭碧婷生三个宝宝的愿望 向太为了郭碧婷无忧无虑地 为向家带来子嗣 做日子期间各种补贫 给母子母女各种资金的奖励 享受在富足生活中的郭碧婷 逐渐圆润的小脸蛋 可谓是证明了一切 不过之前向太就暗示郭碧婷 二胎要顺缠才行 碰完之后就没事了 顺缠身体恢复得快 音语之间催生的同时 似乎又为三排做准备 希望自然生 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 如果我刚好胎胃不振什么的 我就没得选了 反正我还蛮怕开刀的 至于催生的问题 郭碧婷自己也表示 想要两个孩子 但具体还是要看身体情况 最好是儿女双全 不过在目前很多豪门里 可以看出 很少会有爷爷亲自抱着孙女 出门散步的 向华强能做到这一步 也是彰显他疼爱孙女的心理 而看上去胸巴巴的向左 其实天真可爱 也确实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孩 向太医对郭碧婷非常满意 把他扯不上天 看来郭碧婷以后在向家 是绝对不会受委屈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想到这里 谢谢你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不是那个 jumped the 好